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题是生命的顺序 我们一起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明数记的三章12到13节 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 明数记三章12到13节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立位人要归我 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代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定要赎我 我是耶和华 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开始 也是离我们最遥远的经典 其中有些信仰的表达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 有些对上帝的理解也随着时间改变而更新 并且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 多处记载有所重复 却又不尽一致 让许多圣经学者有研究不尽的题目 在五经当中 明书记常常是最陌生的一卷书 我们对它的内容印象不太深刻 有时也不太理解明书记整卷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和特殊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如果我们单独地阅读明书记 从头思考整卷书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明书记的记载有一些特别 首先 明书记对于人与事的连结 着重什么人做什么事 多少人做了哪些事 这些事可能是战争的进行 可能是会幕中的服饰 可能是土地的分割等等 其次 明书记所记载的几个事件 都是个人与团体面对职份选择的负面经验与教训 像是怀疑妻子不争的处理 记载在五章的十一到三十一节 以色列人发怨言以上帝的回应 记载在十一章的一到三节 亚伦与米利安对摩西的嫉妒 记载在十二章的一到十六节 看看迦南地与以色列人的抱怨 记载在十四章的一到三十五节 可拉的叛变记载在十五章的一到三十五节 以东人的阻挡记载在二十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 比驴还驴的先知巴兰记载在二十四到二十四章等等 相较之下 初埃及既着重在初埃及事件经过的记载 特别是上帝的大能 是光荣宏大的以色列建国史的第一部 李维记详细教导上帝的典章利率 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透过宗教信仰 文化习俗 法律 常规等等 将长期为奴的乌合之众 形塑成世界上最聪明 最有任性的例子 生命记重生遵守 诫命与生死祸福的关系 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最后一刻 是过约旦河进迦南前的预备的备战演说 但是 明书记的记载就不太一样了 明书记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有多少人 哪些人参与在初埃及的行列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一红阔的历史事件的右岸面 人性的阴暗面 在摩西五经中 明书记不是附带的篇章而已 却是初埃及事件的深度的所在 通过明书记我们才能在人性的罪恶与右岸中 看见上帝的教导审判与拯救 我们才忽然发现 即使人类罪恶至私 上帝毅然前行 上帝毅然做够 历史的滚轮从不因为一两个跳梁小丑而缓慢了脚步 明书记更是提醒每一个信仰者 在我们的生命中 光乎优先顺序的事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虽然只有短短两节 却非常重要 这两节经文提到投胎的归于上帝的原则 以吉利为人作为以色列全族在上帝面前的代表的身份 有人会问 为什么是投胎的 只因为初埃及事件中的黑暗之灾所 击杀的是长子吗 投胎的有什么特别的好 或者其他的顺序出身的 有什么特别的不好 其实在古代社会中 长子是很不一样的存在 他们一出生就被当成整个家庭 整个家族的首要继承人来培养对待 他们被赋予负担家族兴衰的责任 他们被热切期待与优待 他们也被严格的训练 因此将投胎 长子第一次的收成 献给上帝的时候 代表我们清楚 所有一切都来自上帝的上赐 也代表我们清楚 生命的优先在于上帝 上帝的事情 优先于家族的荣耀 与个人的成就 也就是我们确实将最优先最好的献给上帝 而不计较或忧虑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并不因为这样的献上觉得可惜 我们不惧怕再来会一无所有 我们全然相信并且仰赖上帝 因此当立位之派被设立成为圣职人员的团体 以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 以及所有长子的总和 他的时间 在圣殿中要全职的侍奉上帝 他们必然因为如此的时分 会享受到一些特别的对待 上帝深深了解人类的罪性 所以特别强调立位人是属于上帝的 以免圣职人员因为全时间服侍上帝 没有时间做一般的营生而哀恶受动 妻而流离 以色列人中的立位人 因此拥有祭物的部分享用权 拥有不可被侵占的产业 享有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供给 诊断经文的关键字在于 上帝神圣投胎或者叫长子 归属立位人和替代 也就是上帝是神圣的长子是归于他的 立位人是替代全民服侍的 这也是立位即设立圣职人员与圣殿团体 以及礼仪的重要关键 从短短的经文我们发现 整卷圣经所教导的信仰原则 其实很一致的很简单的 就是在凡事上上帝优先 在信仰的实践上态度优先 在生活的实际上关乎生死的事情优先 在凡事上上帝优先 上帝是最重要的 上帝是不可取代的 也不可以侵占的 整卷明书记的事件记载都在提醒我们 个人如果开始不敬畏上帝 侵占上帝的吩咐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伦与米利安因为嫉妒就侵占上帝 设立摩西为领袖的次序 导致上帝公开的教训一层次 以色列人无穷无尽的抱怨 与对上帝的轻看 导致上帝数次出手 减除带头作乱的群体 可他的叛变 连党羽一道处死 对以色列民族而言 对上帝真实尽情的信仰 是整个生命运作的中心 是所有事情唯一的评判标准 在信仰的实践上 态度有限 今天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 对态度太不在意 有奉献就好了 不太是否强调甘心乐意 有服饰就好了 恭敬温柔的言语行为 不太被要求 有来聚会就好了 是否敬虔真诚的敬拜上帝 很少被提醒 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圣经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非常在意我们的态度 上帝是万有的主宰 不缺我们的香火供奉 也不欠我们的献祭奉献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不需要我们为他出头 奉他的民行 个人私欲所愿意的事 上帝不与我们进行教育 上帝也不受我们欺瞒和威胁 反而正确的态度 所透露的却是我们隐藏的动机 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拥有正确的生命 上帝重视这个人 胜过我们所做的事 上帝期待用对的人来做对的事 因此唯一可以使我们没有拦阻的来到上帝面前的 不是贡物的丰厚 更不是我败你是我看得起你的骄傲 而是忧伤痛悔的心灵 敬虔强服的姿态 顺服忠诚的行动 在生活的实践上关乎生死的事优先 在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典章的真正意义 其实就是要帮助他们未来在迦南地的生活 因为人是有罪的 有罪性的 倾向重视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事 忽略需要额外付出的事 因此上帝在律法里面设定了多项额外付出的制度 让以色列人因此学习会敬天爱人 学习好好的一起生活 利益人与对他们的供给是额外的付出 显示上帝信仰的优先性 照顾亲族中的寡妇遗孤 不食遗脉 解放奴隶 洗年休耕 甚至逃城等等 都在保护人最后的生成权 上帝透过这些制度教导以色列人 要为别人留下最后的存活机会 因为上帝是怜悯慈爱的主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上帝的创造 上帝宝贝他们 透过这些制度的实践 为保存人类最后的良善 使我们不会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杀红了眼 透过上帝优先 态度优先 生死优先的认识 上帝为以色列建立了民族与国家的基础 使他们成为真正全然彻底属于上帝的子民 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彻底的被他修剪和洗顶 重整与改变 然后我们才能经历真正的完全的复兴 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读经导购 建立与上帝亲密的关系 使我们进而愿意被主调整 我们的生命的优先顺序 为此我们可以因为眼目清晰的看见教会的意象 和上帝在我个人的心意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与上帝同行同工 一同征战 并且合一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领受圣灵的恩高 最后我们将开始尽力改变 并且将要亲眼看见上帝为我们成就大事 这就是大而可为 人以为不能的神迹启示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因为你是成就大事的主 你成就大事让我们亲眼看见 也为我们成就大事 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 以你为优先 以你为主 以至于我们活出尽全享物的生命 这样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